一 二 三 七 殿下快撑不住了 得赶紧带她回美海医治 那 将士们怎么办 殿下也下过命令 将她重命的消息传出去 天徽殿向来的多疑 如果我们将军救遣漫天过海 这会让她更加相信 只不过 不能让将士知道真相 否则真的会军心动摇 好 那属下这就去准备 西风 你必须转到顾七少 顾七少行踪捉摸不定 属下已经很久没有 他的消息了 你只需要告诉竹渝 他明天一早不来 没海见我 这辈子就见不到我了 他一定会来的 是 对不起了 七少 找我有什么事儿 七少 我求求你快给我七毒草吧 三虎几天药性没了 就更救不了阶下了 七毒草我不会给你 再说了 我答应过龙非爷 你 不行 我不能耗费真气 一旦毒蛊发错 失去理智 就没人能保护毒丫头了 七少 你还是把七毒草给我吧 不可能 楚西风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在谋杀你家王妃 他要拿出自己的心头血 去救龙非爷 你难道只顾龙非爷 不顾他的死活吗 娘娘 西风 别听得胡说 如果你放了顾七少 殿下就活不成了 我也要会随他而去 你不要这么做 为什么你心里只有他 只有他呢 对不起 是我负了你 西风 如果你想让殿下活下去 就看好顾七少 可是 把他带走吧 等一等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 娘娘 顾七少说的是真的吗 难道只有牺牲娘娘 才能救殿下吗 西风 你也看到了 毒蛊人来势汹汹 如果天徽帝 重新躲归皇位 那天下就会 沦为人间烈狱 殿下是唯一的希望 我救殿下 也是为了天下苍生 娘娘宅仙仙仍厚 心怀天下 西风敬备 可娘娘若要牺牲性命 西风如何向殿下交代 西风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娘娘 西风 孰轻孰重 你心中应该自有衡量 吩咐你的部下 千万不能让殿下知道 哪有 汤 三 三 二 三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